有人嗎 森Sir,有這裡嗎 大門沒有被叫過 地下亦沒有被搜尺過的人識 插在死者胸骨上的是一把生果刀 根據殘留在鞋骨上的服飾 初步估計鞋骨應該是女性 死亡時間要等進一步化驗 找完全屋都找不到死者的錢包 沒有任何身分證明文件 確定不了鞋骨的身分 垃圾桶的廢物, 風化枯乾, 沒什麼線索 死者身穿的衣物由於年代久遠 所以也找不到什麼人體生物線索 不過法醫人員在梳化角落 找到一件布質花紋 跟死者穿著的年身裙一樣的小背心 相信是女死者的衣物 而小背心上佔有精液 因為小背心是棉布質料 加上是塞在梳化角落 所以能保存精液的DNA 但要進一步化驗才能夠確定 初步相信死者是一名女性 她的胸骨插著柯板山果刀 梳化發現一件小背心 懷疑尖有精液 我們從奸殺方去入手 死者做白骨是需要一段時間 不過不是那些人把握人家的奸屋 好, 貪這個狗偏僻 今天要抓一條女兒來打算迷奸 誰知道人家反過就坐手殺了人 加上這麼大壇事 當然要趕快轉換我的名字 不過現階段別這麼發下定論 掛老, 妹頭阿輝 你對她跟著發證一份報告 謝忒, 那個蘇師爺回來 大一點坐下她 Sir, 又有什麼事? 我批准了保釋, 又叫我回來想怎樣? 有需要就再請你回來協助調查 想問你關於一宗 西貢西沙灣的奸殺案 甚麼奸殺案?這麼大座有甚麼不起 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我知道你們在說哪間村屋 那次客人心急想在西貢找一間類似的屋 我看到西沙灣那間屋 又合乎他的要求, 那就… 你偷布辦文件吧 只是你說的 在問你奸殺案的事 那就進去看看環境 誰知道門沒鎖 一開門進去廳, 就看到腐骨 我為免麻煩, 就立刻轉身走人 整件事就是這樣 你的說法就是 你客人心急找房子 你先把房子改定名字 誰知道你去到 看到房子有屋子在這裡 你就趕快把房子改回原本的名字 是不是? 一宗就還一宗 你們說我詐騙那些, 法庭就未判 我也不會跟你爭辯 但總之殺人就一定沒有 法醫根據鞋骨上的DNA 你證實死者是女性 推斷女死者的死亡時間 大概是1993年至1995年之間 30年前, 那個蘇斯爺只有10歲 他可能真的沒有說謊 單案與他們無關 現場還沒有發現其他人的DNA? 窗部份爛了, 不然就半染 或者全開了 經過長年的風吹雨打 搜集不到任何指紋 現場找到的唯一DNA樣本 就在梳化上死者的小背心上的精液 化驗那邊說, 幸好這小背心 放在梳化的角落 減少了跟空氣接觸的機會 精液驗到完整的DNA 證實是AB血型的男性 這個AB型男性很有可疑 可能就是奸殺死者兇手 另外, 法證在死者身上 只能找到他穿著的連身裙 是一個叫Three Sprints的服裝品牌 其他什麼都沒有 女死者的身分還沒有頭緒 你有沒有查過屋主是什麼人? 暫時只知道屋主叫John立強 他是什麼人, 現在在哪裡 會不會就是兇手 通通都要進一步調查?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兇手殺人之後 沒有處理屍體? 還有為什麼三十多年 屍體都沒有被人發現? 沒有被人發現也不奇怪 這間村屋這麼偏僻 很少人會經過 就算很久沒有加水電煤 最多都是被人吸錶 也不會上門追溯 但是至於為什麼兇手這麼久 都不處理屍體? 可能兇手奸殺死者之後 害怕太罪了 那就沒時間處理屍體了 現階段真的有很多可能性 大家有分頭做事 收到 收到 我們在附近問過 大部分是老人家, 但沒什麼事 我在罪犯DNA資料庫 被對過死者和案發現場是精液樣本 但找不到有吻合DNA 我被對過1993至1995年的失蹤人口 也找不到跟女死者有吻合 我也查過這幾年前後的風化案 強姦案有幾十宗 但就是沒有監察個案 那屋主那邊怪不怪到什麼? 屋主莊立強在印尼華僑 在1993年9月離開香港, 回到印尼 之後再沒有她的入境紀錄 女死者的死亡時間是1993至1995年 時間很吻合 隨時是殺完人, 畏罪潛逃 也解釋到為何這三十年來 兇手都沒處理過屍體 原來是去了印尼, 沒回來 那現在屋主在哪裡? 我找國際刑警聯絡過她 原來她十年前已經死了 那就是密碼了 等等, 兇手不是她 我搜尋了一些資料 女死者身上穿著 Free Sprint這個牌子 是在1994年才成立的 就是說, 女死者是在1994年之後 才遇害 但是屋主在1993年已經離開了香港 其實阿輝之前提過 Free Sprint這個牌子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熟 這個牌子上得快, 跌得很快 過幾年就沒有了 你還很響 我唯一掛這個屋主, 通訊兩萬頂 對不起 這個牌子我聽也沒聽過 我還以為妹頭你和我差不多年紀 原來要叫聲大師姐才對 我媽媽以前很迷這個牌子的 衣櫃底還藏了兩件 適合穿都不肯讓我扔 我才記得 你媽媽也好, 你也好 不過這次你真是好工作 起碼我們可以收窄了 女死者的死亡年份 好了, 森Sir 外面有一個叫戴口 她的導遊路表排骨匡 三十年前就開始在西貢老包 小窄的頭也有去過, 或者在這裡 功課交足了, 我先撇 你叫大口嗎? 什麼事?警察, 這袋是什麼? 什麼? 整袋都是無牌手袋嗎? 什麼?這麼一頭刺, 不一樣 像不像?找海關人拿去驗一下就知道了 兩位警察, 我做街邊小販而已 別耍我了 好, 這件事不理你 問你幾件事, 你老老實實合作 你是不是有個腦表叫排骨匡? 是呀, 什麼事? 三十年前, 你是不是跟你的腦表 在西貢老包? 三十年前的事?我怎麼記得這麼清楚 忘記了, 你買貨分幾次慢慢想 等等…有事慢慢說 我們只是來拿資料, 不是來追究 你慢慢想清楚 那時候我十多歲, 還未夠秤出來打長工 我想賺點外快, 才替我老妹替稅 入屋老包包是他 那你替稅的時候, 有沒有印象 排骨匡爆過一間在西貢西沙灣 斜坡下面的村屋? 真是上世紀的事, 我先去想想 西沙灣? 我記得那時候, 他在西貢那裡打工 發現西沙灣那裡有一間村屋很壞 他就帶我去找吃 是什麼時候? 記得那時候的情況是怎樣嗎? 確實年份, 我真的忘記了 我只記得那次我在上面看水 我老貝自己一個人爬了進屋 誰知不夠一陣 他臉都撞著, 還肯叫我走 我問他發生什麼事, 他又不肯說 剛才我說忘記了, 現在記得這麼清楚 你別隨口說, 亂作 我老貝出了名膽三毛, 什麼都敢死 我從來沒看見他這樣搖底 那時候我還以為他撞邪 警官, 你問三十年前的事 到底是什麼事? 我們發現你老貝露露的村屋裡 有一副女性的鞋骨 大概是三十年前遇害的 很大機會是被人監察 你是不是知道這是什麼? 我老貝十幾歲開始剔邪 他還試過被人兩次告非禮 你說他老貝露變老強 做錯手殺人, 真是一點都不奇怪 那現在他去哪裡? 他現在已經飄去太平洋了 他的骨灰幾年前已經灑下海了 那他進去了多久? 前後應該有半個小時左右 那接著怎麼樣? 他不是臉都青了, 這樣衝出來 還猛地拉著我走 他還有沒有說什麼? 或者還有沒有其他什麼特別反應? 他就是什麼都沒有說 慢著 他衝出來的時候, 突然停了一停 在山坡附近好像扔走那些東西 扔走了什麼? 看不清楚 當時他臉都青了 我再問他的時候, 他也叫我不要再提 在什麼位置扔走? 是有的 他來到這裡, 這樣扔了一個這邊 內手, 收到 收到 隔了三十年找到自己了 除非死者顯靈 森Sir, 有這裡 不是真的這麼漂亮吧